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留言、留言、分享 最重要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知道更深入的财经内容 也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 我亦都在youtube开通了会议计划 可以任问问题 亦都开通了payme打赏点唱服务 欢迎大家支持 我在昨天就跟签重司 即是财经作家签重司 见了一个面 也捉了他做一个访问 那个访问也出了街 非常之 愿求大家 就是叫做看一看这个访问 也都去听一听我们的内容 因为我们都觉得 这次那个内容是做得挺好的 也都有很多关于财经媒体生涯的一些转变 我们都有cover到 还有签重司 他就比较少些有个人的人房 大家通常都当了他一个 传媒人的角度 传媒人大家的印象就会觉得 反而是他提供内容 然后就读者去接收 那你未必太了解他那个人 又或者了解他在做的那样东西 所以这种这样的人房 都是希望用另一个角度 就还原 就是签重司一个比较立体的角色 就是不要当了人家是一个 内容残出机 又或者当了我们这些人 都是内容残出机 其实我们也有血有弱 我们人来的 那我觉得这些角度都是interesting 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听一听支持一下 如果那条片碟的太低的话 那之后我就找不到嘉宾了 那起码都上回五位数先了 那就恳求大家去支持一下了 那我今天最主要都是想 针对着这个普华永度的公开信 然后再做一些延伸的讨论 因为我都有看到一些 很有见识性的留言 那我都希望大家有空都可以多些留言 比如这条片又讲到签重司的部分 那可能你觉得那个财经媒体生涯上面 或者整个生态你有些的想法 欢迎留言 那我是会看完的 我也都会跟大家在留言上面 有一个互动交流 那然后在我讲普华永度公开信的那条片 也都看到一个很建设性的留言 那那个建设性的留言 我相信都是来自PWC里面内部的人 他有一些的自己的观察 就是本身这一件案子 我在之前的影片就分析了那个大概 然后我在白兵的节目都有讲过 那但是白兵的节目上了很慢 就是我都要和他讲多两句先 就是我们不是感情台 因为财经的东西 你过一天就没人在意 那现在过了三四天了 那变相我有些的观点 我就没办法可以很即时地去讲它出来 那我就只能够在一个平台那里去再讲多一点 那首先就是一个简单的wrap up 就是恒大爆煲啦 那普华永度呢就当然是要上升啦 而这个上升呢 基本上呢你可以expect 就是政府是看着你来吃的了 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中国政府 因为香港政府就其中一个会监管会计的 regulatory body叫做afrc 会计及财汇局啦 这个机构呢基本上是一定看着这件事去咀嚼它们的了 是看看罚多少钱的而已 完全是准备交负金啦 就是一个公司 就是普华永度 是一定要想着怎样去 surrender的 就是一定搞硬的啦 因为这么大的肥猪肉怎么会不吃呢 还有现在他们要立威嘛 本身frc 就是现在叫afrc 前身就是frc啦 其实是被动了十几年都是一个无角色的监管机构来的 因为以前会计的监管制度就放在香港会计师公会嘛 就是hkicpa啦 但是就因为发生了社会运动了 所以就在香港会计师公会那里收回很多的权力 就现在变了做前身是frc 现在的afrc呢 就主导了整个会计行业的监管的 但是他们都说得阵阵有词啦 因为事实上这个都是环球的大趋势啦 因为环球的大趋势呢 他们都不想由专业团体 又或者有工会性质的专业团体 去监管自己那个行业的 因为官官相位嘛 譬如每一个有牌照的行业呢 你都会有个倾向去保护自己的 因为如果你堆垃那个持牌人士的话 那你会立了个案例 那下次发生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要根据那个案例作为一个量营的指标 就是没理由你那个人 他是有一个简单的专业失德 他可能有一个比较重的罚质 然后下一单又一个会计专业失德的时候 有一个轻一点的罚质的嘛 那所以呢 他通常如果由专业团体去监管自己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官官相位 大家都是会留有一手留有余地的 除非那个人得罪了你啦 又或者你们有志愿 如果不是你不会造死那个人的嘛 全世界都是的 你问律师啦 医疗啦 或者其他专业有牌照 support的工会呢 或者那些的regulatory body呢 都是有个倾向是会保护自己人的 那但是afrc不是的 afrc就是开无伤的 总之你一拿东西的话呢 我就看着你来砌的了 因为去到最后呢 罚款都是一个收入来源来的嘛 那如果你熟悉 证券及期货的监管制度 你就会知道呢 不算这几年啦 是大概19年之前的sfc呢 他们是赚很多钱的 调查费有你一笔啦 跟着之后你有任何的market misconduct 所有东西全部都可以收钱的 是甚至乎串到呢 他们是即是现在就搬了 以前在长江的时候呢 是有能力去交长江那顿租金 是不需要立法会拨款的 因为它可以自负盈亏 那所以这些监管机构 是有一个这样的生态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拿一个监管机构的生态去说呢 那跟恒大或者普华永岛这个case 是有什么相关的地方呢 就是呢 基本上大家都发现到其中一个可行的结局 就是一定会看着个会计师楼去砌的啦 就一定是会砌里面的高层 那关键呢 就是大家要交人头 就是要看谁去死 那现在呢 这封公开信呢 其实是将一些内部的办公室政治就白业化了啦 他们就指控一个姓赵的人啦 跟着他旗下有一些什么姓孙啊等等的左右手啦 其实他是指控这一帮人 就是指控这一帮人的时候呢 是有些什么东西的特色呢 或者有些什么观察啦 其实最主要呢就是他想借着一些媒体的压力呢 就是跟大家说就是 总之坏就坏了这一帮人的 那所以呢去到最后呢呢 那间公司就怎样都一定要交陀你啦 一定要交罚款的啦 一定怎样都要被人去懲罚的啦 那没得走啦 这个都预期的 甚至于你在中国的那个官场的观察 你都知道一定是放晒后风是一定罚你的 但是罚多少呢 全部是可以博弈与协调 就是不是一个中国的特色啦 甚至于美国都是的 譬如十年前 那又是那些什么反世一钱啊 反恐啊 伊朗啊等等那些东西呢 其实渣打是被美国罚过钱的 接着渣打就解释一下 其实原来我在美国呢 我没有那么多的business表现了 大概只有4个percent 只1个percent了一个business 喂那既然你罚了钱 迫到我怀场了 我然后撤出整个美国的市场 他一说撤出美国市场呢 立刻美国就跟他说 哎不要紧 你是不是嫌罚款贵 我们可以调节罚款 所以美国呢 那些罚款呢 其实就跟铜里一样的 是可以调节 那中国也都是一样啦 就是之前你搞阿里巴巴 搞什么美团 搞腾讯 又说他们什么垄断平台嘛 也都有什么反竞争条例嘛 去到最后大家都预期是几百亿 几百亿这样罚的 然后去到最后 原来只有几十亿的 那这些全部都是necrosiation process 全部都是博弈的过程 那所以呢 这一封信呢 你都可以当成是整个监管 罚款博弈的其中一个着力点 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间博士是这样的了 但是呢 你除了搞那间博士之外 你都会搞了博士里面的那些人 那些人呢 他们是真的收过钱的 那么譬如根据那封信的说法 当然封信又被官方否定了 但是封信里面 它是说的是每年有两亿的嘛 就是那一班做firm的 就是带这一单丢的那些partner 每年分两亿的嘛 那他分两亿 那他分了这么多年的 那里都 都几十亿了 十几十亿都有了 那你十几十亿的话 喂 起码现在你追回 你曾经收过那十几十亿 政府都多看十几十亿啊 就是那十几十亿 当然 用回整个GDP的体量来计算很小 喂 但是你十几十亿都是钱 那现在就看着他们来砌 看着他们来吃 就是这个监管特色呢 都是全世界都走着 又或者大家都有个这样的 默认的原则 譬如 一间firm他拿了东西的时候 你当然是要搞一间firm 因为一间firm是持牌机构 那firm as a legal body 法人呢 是会被惩罚的 那但是 法人都是一个公司制度的设计而已 你去到最后都有管理层的嘛 那管理层呢 甚至上升呢 就是经历了08年金融海啸 大家都发现 那些管理层呢 原来是转工的 拿着一些B仔用金 就走开另一道 那就算你禁止他再重新参与 这个的证券市场 喂 他都够退休够收散了 那所以现在经历了这么多的 金融灾难 金融海啸呢 全世界呢 都觉得呢 不单止是要整那间firm 是要整起当初的决策者 要他扑一些钱出来 那现在这个的博弈点就是 在于 过一些被攻击的对象 譬如这个圣召的合伙人 和他的团伙 就很机会被另一些派别的人 推了出去送死 那然后就 喂 是这班人的了 你们快点 就是要收钱的话 就搞这一班人了 那我们现在就绑纸投案了 就告诉你 是这班人搞事的了 总之 无论你是香港的afrc也好 又或者你是大陆的 就是相关中证监机构都好 那你看着他们来砌 那然后呢 另一班人当然是 就是明智报信 或者事实上都不关他们的事 因为在我们的角度 又或者一般商业伦理的角度 你哪个带过一单丢 你哪个就是个中文 你哪个收过钱的人 就是哪个要负责任的 那可能其他partner 他真的没碰过这单丢 但是没理由他又一起死的嘛 那现在大家都在找方法自保 那所以呢 那个建设性的留言呢 就跟我说 你不要再用Vistobola 去讲这班人 你是美化着他们 其实是一个政治角力来的 那我也认为的 其实这个partner 我在白兵的节目都有讲 大概没有出道 那现在我再补充 多一次那个partner 就是我都认同是一个政治角力 那政治就是办公室政治 和真是大环境政治之间的角力 大家都要生存 那然后你只能够绑子投案 就是捉那个人出来 或者那个人是真是负责任也好 或者他是替死鬼也好 总之你一定都要找一个人 去和上头交代的 那这个就是想补充的一些 现实的东西 那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仔 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的80元会员计画 那这个80元会员计画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那所以就 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那你问我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回答 那就非常之划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还有也都放在comment和capture那里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欢迎去打赏 那还有我们也都会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这个是一个点唱环节 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 那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那我们也都会 将你想说的message 就叫做公布开去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些特别的东西想点唱 想我说出来的话 也都 feel free去pay me打赏一下我们 那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还有就在 除了我们有这个pay me之外 那我也都有一个patreon订阅产品 那patreon订阅产品就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30万面试套演的才记 那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 那但是具体的做法 你就要订阅我最高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tier 你才听得到到底那个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件事 那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version 那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呢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那大致上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那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到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技的话 你就要订用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版本 因为一个月可以套30万面试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演的话 这个财务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是教别人有一种税务缴交的方法 可以一月的税是透到五月去交的 那也都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 那我想这些的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一点 或者了解多一点这样 那除此之外呢 阿妍呢 我就教别人怎么省钱 又或者教别人怎么可以做好这个理财财技 最近 那赚钱的东西呢 就反而阿妍呢 就再厉害一点 虽然我都找到很多钱 最近在Fortune Inside Prime里面 的股票都中得很多 那但是阿妍呢 她的那个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厉害 今天这个月都捉到几只呢 是两三日前买 就立即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几十个百分之 然后在上一个月的美股也都升得很厉害 有几只 都是可以升到过倍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Google 就是有张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一张form 那就和阿妍了解一下她的那个投资策略等等 就和阿妍了解一下沟通牙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 真的这一年怎么也好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去换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那四年呢 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去换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样